嗨大家,我是台南新亚协会的靖文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那个专案是 We can help the earth,疫情解封指引 那这个解封指引的专案其实在今天就是大松的这个场合 我们是第三次出现在大松 那第一次的提案是在10月23的大松上 但其实10月23到今天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主题 在讲疫情解封跟现在的台湾的疫情政策 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跟当时想要做的方向有点不一样了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专案有兴趣 这个是书本模式的黑AMD 都可以在提案列表上面的共饼直接拿到 我们最开始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因应解封为解封的现况跟问题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大家都有一些做法跟想法很多元 那我们希望可以统整这些资源 甚至是国外他们已经有lock down 再到plan B的一些经验 然后做一些跨国的经验比较 那回到现在其实上一次就是现在的方向 比较像是我们要走往一个跟病毒共存 那它的方向就比较像是疫情后的新生活 那我们有开了一些些主题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聊 或者是把相关的东西一起整理成一个资料架 那目前已经有的资料搜集的部分 我们有简单的做一个Google Excel的列表 那去整理就是不同国家的 他们针对解封后相关可能是road map 或者是他们像是在台湾的CDC有一些政策说明 有简单做一个资料汇整 那在更之前其实我们是有比较搞刚的去逐笔翻译每笔的文件 但现在的话比较像是我觉得这个资料汇整资料 还是可以就是放在网路上 让大家做就是检索或者是搜集 或者是它可以因应大家如果觉得说可以怎么调整 我觉得就是都很开放大家一起来call我这样子 对那最后的最后的话 算是我们针对这个疫情解封指引的专案 到现在有个明确是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线上的讨论活动 那这个活动就也是顺便安利跟今天的揪松共同主办 就是谭新亚以及亚太社创高峰会 预计会在5月14号的社创高峰会前会有一个线上的讨论会 那也很欢迎就是对疫情解封或者是相关的政策 以及就是你对这个议题是有兴趣的伙伴一起参加 好我的报告到这边 那我的位置会在最后面的一桌 就下午的话我们这个专案的另外一个坑组就是新亚的婉龄 他也会在现场 如果你对这个线上讨论活动有兴趣 也可以直接就是现场捕捉他然后一起讨论 好谢谢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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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你 那个 你 你 你 字幕提供